他只是想問Tesla 他說Tesla 713 買了一點 短線有沒有機會回家鄉呢 他說港股的車股方面他沒有的 又怎樣看呢 我想他是在想究竟是Tesla繼續等 還是轉買港股車股 我想你七、八、鬆點買就ok的 起碼比八字頭、九字頭好 都是繼續啦 每天講一百次Tesla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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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最近Tesla是有一點點 我自己不太喜歡 我沒有特別去罵Tesla的 因為你見到近來 Elon Musk有彈出彈入 又說自己裁員 轉頭又說嫁人 好想我們不要出來說那麼多話 你這樣令到想買他的人很難適應 你究竟想怎樣呢 難道我買你是在買你的嘴巴 我想是難搞的 當然一向都是靠嘴巴 現在就很大 你轉口風 轉得太快了 所以是比較難炒 而且近來如果大家都知道 Bitcoin或者Crypto跌得很厲害 Tesla也是一個指標 就是關於虛擬貨幣 所以其實他都會比較靠嘴巴 雖然他近日出了 他又是玩口術的 我經常都覺得 即是一刹三 因為他之前玩開 覺得很少順 是可以的 但你看到沒有什麼特別反應 所以你說七百元是近的 但是是否這麼容易到賭呢 我就自己 即是你的心理準備 未必這麼容易到賭 就算到賭 你也未必贏到很多錢 Tesla近來是真的弱勢的 我自己看 是 但是你會不會反而有些人說法 說最近可能看中資車會好過 我這個會 即是我覺得 比亞迪又衝上去 還有我剛才說 即是說那些中概 我自己都為小理的 我都是喜歡理想多些 2015現在升了8% 這陣子理想都是偏厲害 再去後的話都是選他 即是蔚來都有news的 說他出新車 那都 看看今天升了多少 都12% 但是你說看圖來算 蔚來和小鵬是差一點的 破不了之前的高位 但是理想是破得到的 即是這個就是業績的分野 那所以 即如果真的 當然現在不是叫你搶了 都升了那麼多了 如果真的 阿迪的肆子要對下來 試低位的時候 我想你不選給亞迪 你可以試一下理想 是 看什麼位好 如果你想上來 我想你既然都升了上來 那變了 用回之前的密集區 8-2元那些位置 10天線就大概116 我想圍著8-2元以下的位置 看看能不能上車 是 10天線就會走在5-10米 3-2元 10天線就很適合